这一集我们来到了新竹县的琼林乡 规划了三个适合安排于日游的景点 首先来认识琼的共鸣 然后到琼林的博朗大道 去欣赏绿游游的大地景观 之后去走有百年历史的三段旗古道 现在就跟着Judan出发咯 现在我们今天来到琼林乡农会农民直销站 这个地方离街路道只有两公里 交通非常方便 而且这个地方有大片的停车场 停车非常的方便 今天我们是来参加琼林乡农会 共道琼林农业体验行程 让我们可以对稻民有更多的认识以及体验 跟着Judan去看看 今天会由黄小姐为我们做导览 那我们掌声欢迎黄小姐 我们今天参加的活动叫做共道琼林 相信大家对共道这两个字不太熟悉 我们请黄小姐为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共道 以前我们琼林这个区域所产的稻米是品质非常好 因为我们有头前夕 那日本的天皇决定就是把我们琼林的米 全部收回去给日本的皇族使用 当作共米 那我们这个产区的稻米就是要做共米 那因此我们取的这个活动就叫做共道琼林 在琼林的共米 我们一看到有放的东西就很感兴趣 我们农民直销站都是由我们在地的农友自己从田里面摘的这个农作物直接就可以送到我们这边来 那他自己定价自己打标自己上架 我们可以进来里面介绍给你们看 这就是我们在地农友自己在田里面种的稻米 它是有机的那也一样会来我们这边贩售 像这边就是我们农友他自己种的这个大白柚 他都从他自己的田里面柴下来然后自己定价以后放在这边贩售 就没有再经过大事啊中盘啊的剥削 那就是香水柠檬耶好大一颗喔 没看过这么大的柠檬耶 还会有一些我们农夫自己在家里面晒的一些农产品喔 像我们客家人非常有名就是我们很轻轻 我们很节俭所以吃不完的东西我们都会把它晒干 像这个就是我们客家很有名的客家豆干 客家人就是什么都可以晒 豆子可以晒苦瓜可以晒 笋子也可以晒什么他都可以晒 就是我们很轻轻什么都不浪费 你看喔现在就有这边的农民拿他农产品来这里上架 他现在就做定价的动作 这是他带过来的农产品 我们利用已经退役的斗生机的蟬斗 做成花的容器来做这个绿墙 它可以环保减碳减少日晒的年纪让我们的建筑物可以少吹一点冷气 那旁边种的这个是攀藤的台湾原生种的金银花 它可以景观又可以当药材使用 这是澳洲茶树 来小朋友你们搓一下这个叶子 闻看看有什么味道 香香的味道 香香的 薄荷的味道 它这个可以有消炎的作用 我身后的这两栋呢 就是我们存放政府工粮的地方 那一般我们农会都会执行政府的业务 那就是收收工粮 那这就是政府委托我们存放工粮的地方 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稻米怎么进舱 要进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多重 往后看呢 这边有一个大放秤 来试看看 你今天早上有上厕所吗 有有有 我每天嗯嗯都很顺畅 其实这个地方这样的感觉就像我们去高速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说大货车大卡车要去过棒 也是那种概念的感觉 好我们先从最轻的开始 现在妹妹先上去 看你几公斤 换姐姐 好换我上去 哇哈哈哈哈 150 我们三个加起来大约是150公斤左右 因为今天有风在吹 所以说它两个体重啊 可能会飘来飘去的 好 160公斤 耶 这一间就是我们农会的稻谷干燥中心 是全部采用MIT台湾制造的烘干设备哦 你们现在在看什么 我们在看一个很像溜滑梯的东西这样斜斜的 然后东西有人会摆一下 对哦 这个溜滑梯呢就是让我们的骨子收到这边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溜下去 往后看 这边呢会有一个斗子斗生机 把它送到后面的这个烘干机里面去烘哦 农民湿的骨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用这个斗生机把它抽到烘干机里面哦 再透过筛选机把一些杂草筛选掉之后烘干 那烘干完了以后就可以直接进仓 那它可以拉出去给粮商也可以存放在我们这边当作公粮食用 那以前的人呢没有电没有瓦斯的时候哦 我们都是用这个老式的风骨机 它利用风的力量呢去筛选我们的骨子到底是有饱满 或者是它是没有够成熟的骨子 对对对有没有发现喷出来的这个稻骨 青米粒就会随着这个锋利就会飘走 这就是筛选出来可以当米来吃的 你看这两个米袋 每一个米袋里面装的米都是1000公斤 这两个小朋友站在旁边就好像来到巨人果一样 等一下要来进行DIY的行程哦 那来到我们这边呢是稻米的产区 一定要认识到米对不对 所以咧今天要来烤你们哦 我们平常所吃的米是什么米 是再赖米吗 妈妈呢妈妈已经开始丢脸了你看 妈妈已经觉得很丢脸了 我们平常吃的米呢是冯来米 伸出你的小指头哪一个是糯米 这一个你觉得这一个是吗 哪一个颜色比较白然后是圆圆的 来选一个咬下去它就断掉了 完全不会黏的那就是再来米做的 你觉得里面哪一种东西是咬下去就断掉 粽子 水饺吧 没有水饺啊里面 这是 这叫菜包 近一点近一点 这叫客家菜包 DIY以前要先穿上专业的围裙 哇看起来好专业哦小厨师 没有包好的话它爆馅 就是露馅了露馅的话就不好看 好这样子 还要注重卫生你看还戴上手扒机的手套 哇你们两个穿这样好好看哦 好你也很好看 哇妈妈手艺不错哦 一看就知道有常态下属的样子 哈哈哈哈 这个红菇贝的DIY是一个人做两个红菇贝 妈妈的完成了 等一下我们要来打麻糬 有两种米哦 等一下呢 你们打完了以后来告诉我 什么米才是你们今天打的米哦 Come some up Munich 一刻 这个感觉没有吃早餐啊 这早餐爸爸有没有给汉宝吃啊 下一个请交换 有有有有有有 妹妹可能吃的比较多哦 爸爸不愧是这个 优良家庭服 怎么样呢 平常在家里面有在打老公吗 现在要来倒第二种米咯 这一次是什么米呢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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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开始 都变带鼠了 跳跳跳跳 慢慢拉哦 不然会断掉哦 看可以 到底可以拉多高哦 你们觉得这是什么米 因为它怎么样 它会拉很长 因为它们很黏 对不对 所以呢 来 我们的客家人呢 就是把这个 变成我们的客家麻糬哦 不要从中间哦 从中间它会变什么 会变毛毛虫 很好吃 它没有甜甜的 而且软软的很好吃 超好吃的 哇哦 天上 又Q 又黏 又香 天上的美味啊 哇 欸你们两个太太心的 装这么多 那你们中午怎么吃饭 就这个就是我做 对啊 我们DIY完成了哦 这是我们今天DIY的成品 这个是红果粿 然后这是姜中饭团 这是卵子 共稻穹林DIY的部分 是由我们美丽的甜妈妈团队 所协助执行的哦 共稻穹林 在 我们今天的共稻穹林 农业体验行程 就到这个地方了 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黄小姐 请问一下如果说 观众想要报名的话 几个人以上就可以报名 四个人我们就可以接受报名咯 第二个问题哦 如果说来这边参加整个行程的话 整个行程这样下来 大约是多长的时间 大约是两个小时 就可以进行行程了 哦 我觉得今天这样整个行程下来 非常的丰富 有自信又欲教于乐 又觉得好玩 又有东西可以吃 对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观众有兴趣要报名的话 要怎么报名呢 可以直接上这个 农油超市网站 然后搜寻共稻穹林 然后你就有行程可以挑选 现在有特价哦 好 那我们再次谢谢黄小姐 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导览 以及带我们做这些 这么好玩的活动 谢谢黄小姐 谢谢 好 那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咯 GO 现在我们来到熊林的主二十二乡道 这边六二的一片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也会有许多人来这边慢跑 是骑脚踏车 另外在这附近也有一个三段骑古道 所以可以顺有三段骑古道 再另外这边也有一个地标 号称是熊林的金城武术 待会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熊林金城武术位于新竹县熊林乡 为田间小路边的大树 与花莲金城武术有预期同工之庙 故以此命名 这里也是许多热爱骑单车的车友 推荐的好地方 而每个季节也有不同的样貌 可让你欣赏 无论是立游有的田园景色 或是金黄稻穗海 以及亭庚时期的波斯渠滑海等 都让人感到心旷神异 十分适合全家大小 一同前来漫步善心 走 我们现在去找金城武术 今天介绍的景点的相关资讯 我都会放在影片下面的说明欄 方便大家参考哦 熊林这里真的很漂亮 根本就是台东的博朗踏道 哇不错 你看许多人都会来这里骑脚踏车 怎么样今天带你来这里还开心吗 很不错 因为比我想象的漂亮 睡觉起来以为来到台东了 你想太多了 真的很不错 真的可以来一下 不知道星球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跟着Jodan出来玩就对了 而且这里面北部都在下雨 真的是快要发霉 走着走着 金城武术就在前面哦 这一株金城武术我觉得也比较可惜的是 它长在右边的部分 可能会挡到交通 所以说右边的部分 有被做清楚的动作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没那么完整 熊林的胖大道 耶 新竹这边的风比较大 这样吹过来 刚好造成了倒浪 这边除了种稻米之外 也会种一些蔬菜 这边有一条田间小径 比较没有车子逛起来 应该会更舒服 这边还有一大片的鸡舍 这边不就是世卫桃园吗 哇 这些是柿子啦 哇 我的天好多哦 这些是柿子啦 看来这边是一大片的柿子园 哦 里面还有鹅 哦 哦 哦 啊 来了 来了 啊 来了 来了 啊 来了 来了 观众们 如果你们要在这里逛的话 建议可以往旁边的小径走进来 这边没有什么车 拍照会比较好造 而且比较不会有安全上的孤力 走到這個田間小梗 又有防撲貝震的感覺 前面那一棵更像金城武術 又撤毀除22箱到了 我現在在琼寧的三段崎古道的南入口這裡 三段崎古道是一條百年古道 崎在客家化是山坡斜坡的意思 三段崎古道指的是這個古道沿途上有三段的山坡石接路 如果你開車過來的話 南入口這邊的大陸兩邊都是除了白線 可以找適當的位置停車 這附近也有公車站 我會把交通資訊 以及待會我們走過的景點及路線的GPX 以及Google Map網址連結 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方便你們參考 這邊是三段崎古道的南入口 百年古道三段崎 從這邊進去 一進來以後 左側就是一重一重的竹林 哇 好粗喔 那邊有指標往前面走的觀景平台 目前剛進來的這一段都是柏油路 現在這一段柏油路可以說是緩散坡的 上海大約200公尺以後這邊有個岔路 我們往左邊進去 三段崎古道為清代新埔石頭坑 與窮林鄉下山村兩鄉鎮的捷徑 其日窮林地區生產的柑橘、柿子 都經由這條古道挑到新埔販賣 這條百年古道 石階古埔竹林優美 一大塊扁平石頭鋪陳 客語稱17宅 這一段的兩側都是竹林 右邊有廢棄的老房子 哇 這個是什麼水果 右邊是橡膠園 持續的環山坡 戶道的左邊有指標往觀景平台 往前面看著的應該是往那個地方上去 走吧 不到左邊這個牆壁 應該也算是駁坎吧 很特別的駁坎 待會我們會再往前面這邊走 不是往這邊走 現在我們先上去觀景平台 平台這裡有四個木椅 看風景的時候到了 哇賽 還蠻漂亮的 對 比較近的平原是丘寧鄉 比較遠的樓房是竹北 前面粉紅色的協章橋 是北台灣最高的協章橋 中正橋 現在離開觀景平台 回到交叉路口這裡 我們是從右邊過來的 現在我們要往前面那邊過去 而不是往左邊這一條 這邊轉石板路 石板路緩上坡 這一條三段旗古道並不長 大約單程兩公里 我們從南入口走到北入口以後 基本上還會從北入口沿著原路 防圍南入口 接著要接也是蠻精華的一段 這一段是卵石路 卵石路基本上就是屬於比較原汁原味的古道 這邊有一小段是卵石碎石紙泥土路 前面有幾個卵石路 這邊有交叉路口 往右邊可以往石頭坑山 我們先往右邊走到石頭坑山以後 再往回走 然後再繼續往前面走 好 右轉 三角點到了 石頭坑山這裡會有兩個三角點 現在這個三角點是三等三角點 還把235公尺 現在這邊是沒什麼展望的 好 繼續往前面走 石頭坑山二等三角點到了 前面這個是頭前夕 水源保護區界 石頭坑山標高237公尺 二等三角點 這邊是二等三角點 不過往前面看 也是往竹北的方向 目前視野已經被樹給遮住了 太神奇了 第一次遇到一座山有兩個三角點 好 我們現在往回走 走回去剛剛交叉路口的地方 這是剛剛經過的三等三角點 回到交叉路口這裡了 我們剛剛是從左邊來了 然後從這邊走進來 現在我們要往右邊的方向 這邊的指標其實並不清楚 不過你看這邊 步道旁邊會有登山步的 一小段的泥土路 這邊又接軟石步道 現在這一段的軟石步道 跟剛剛那一段比起來 現在這一段的話 感覺上是更原汁原味 而且是更完整的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步道細細的 幾乎只有一個軟石的寬度而已 而且排列的還滿整齊的 滿紮實的感覺 剛剛那一段大約50公尺 現在又接軟石碎紫紫泥土路 這邊比較寬 比較平緩 現在這邊基本上都還是軟石步道 這邊有一個小鐵橋 哇塞 真的很有古道的FU 現在這邊的光線比較明亮 有豁然看的感覺 前面有柚子樹 現在這邊又接一小段的軟石路 前面有一間古宅 哇 柚子 絲瓜 哇 這邊也是小小的室外桃源 這是石頭屋古宅 前面這邊也有菜園 哇 旁邊這邊有一個小水池 每次逛到這種地方 我都會覺得有室外桃源的感覺 哇 這邊還有古井 繼續往前走 左邊這邊又有橘子 哇塞 這邊有好多蔬菜跟好多果樹 在這個地方 我們待會會往那個地方過去 我們先上去看一下 那邊有一個石頭宮 還有一株大張樹 哇塞 這個張樹有夠粗的 有夠大的 右邊這個是很特別的石頭宮 來 大概給你們看一下 哇 粗不粗 又回到路口這裡 我們是從前面過來的 現在要往右邊那邊 繼續前進 這邊有泥土路 接細細的柏柚路 前面快到北路口了 前面這裡就是 三段起古道的北路口 前面這一個馬路是 雲德路二段339巷 現在我們走到北路口 待會準備要往回走了 剛剛遇到一個阿伯 阿伯是在地人 他跟我說 目前的這段三段起古道 只包含了第二段 以及部分第三段 第一段完全沒有被包含 在目前的三段起古道裡面 好 離開北路口 掉頭 準備往回走 朝著南路口的方向前進 好刺激 現在已經5點04分了 在13分 太陽就下山了 剛剛因為有一段小插曲 發現收衣沒有收進去 所以我又重新走了一小段 浪費了一些時間 哇 天黑黑了 左邊往石頭坑山 直走 我們今天走的三段起古道 坡度算滿平緩的 而且沿途幾乎都有遮印 我覺得還滿適合親子來這裡走的 你看夕陽 現在透過竹林 照在地板上 哇 夕陽 好啦 趕快走 前面階梯上去往觀景平台 我們往左邊 現在往南路口的這段薄油路 是緩緩的往下的 其實走起來 對腳趾頭來講 有點不舒服 用倒退走的 好像比較舒服 但是要小心一點 不要翻跟斗了 往回走 走在這個斜斜的薄油路的時候 往前面看發現 這邊有景可以看 前面可以看到粉紅色的中正橋 接近南路口的這段薄油路 比較平緩 對腳趾頭 就比較沒有那麼有負擔了 讓你們聽一聽竹子的聲音 前面又回到南路口了 我現在又回到南步道路口這裡了 這是三段起古道的地圖給大家參考 另外景點級路線的GPX 以及Google Paypal網址連結 我會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方便大家參考 我們今天的總步行距離大約是5公里 總步行時間大約是1小時45分鐘 總爬升累積高度 或者是總下降累積高度 大約是270公尺 這個步道遠渡上幾乎都有遮影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步道還蠻平緩的 只有在剛開始去的那段薄油路 再回來的時候 往下走的時候腳趾會不太舒服 也許對配路會好一點 還蠻是有親子來這裡走的 今天這支影片就介紹到這個地方囉 可以當作你下次來從你這邊玩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小鈴鐺 並且追蹤我的就能倒數的粉絲專頁 以及我的IG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жел professional